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讲讲欧版三角园 那三角园大头呢 其名字取缘于其家和面的原字中的上部口的写法为封口的三角形 现在一般认定都是内战后铸造的 这个认定我认为是可靠的 因为其一句是1954年出版的中国壁图说会考中对大头的分版 当时还不包括三年三角园 那欧版大头呢 其名字也是源于家和面的树袋内的O型案件 人下面呢 类似于普通的天津版三年大头 一般认定是内战前也有铸造的 内战前既有铸造 其一句也是本书 中国壁图说会考 因为该书已经含有欧版了 欧版在PCJS编号呢 是506926 那欧版三角园就是这一枚呢 它既是三角园又是欧版 那么我们知道既然三角园是内战后铸造的 所以欧版三角园我们认为也是内战后铸造的 那时候普通三角园不同的是 欧版三角园 我们简称为欧三 欧版三角园 不光在家和面的树袋内有O型案件 其实人像也经过了修改 显得非常精神 和普通的天津版大头 和普通的三角园大头 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从人像就可以知道这些一枚欧三了 欧三使用的PCJS编号是161520 就像这一枚 另外有一种叫做前欧版 它的PCJS编号为413395 它得名于一般来说 其欧型案件比较浅 注意只是一般来说 和判断版本无关 有些欧三的案件也很浅 有些浅欧的案件也很深俊 浅欧的人像是普通三角园的人像 就像这枚 这枚当然是普通三角园了 那是浅欧 就是采用这种人像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枚三角园的人像 配欧型案件 那就是浅欧 如果你看到一个天津版的人像 配欧型案件 那就是欧版 如果你看到这个改造过的人像 配欧型案件 那就是欧型三角园 那就是欧版三角园 注意浅欧和欧版三角园的区别 主要是人像 而不是欧的生浅 那么量 就量而言 欧版在PCJS量有3167枚 比较多 欧3将这枚 它的量是2148枚 而浅欧版最少 只有1482枚 价格呢 欧版三角园比 欧版要贵一点 以来其实差距不大 但是现在却是要贵一点 是不是和欧版的人像设计比较特别 精神头比较好呢 见仁见智了 比方金石金热 就是2023年初 BCJS A53 像这枚欧3 它的价格大概要在 1万块左右 欧版也就是7500块钱的样子 而浅欧最便宜 MS6162 不过7800块钱的样子 尽管在PCJS记录里 浅欧最少 那么就铸造而言 欧版和欧3都非常精美 很少有弱大的现象 但是欧3尤其精美 我相信和内战后铸造有关 因为我是文革中出世的一代 对于毛的时代 还有一点点 有一点体会 共产党之前对于质量 还是吹毛求刺的 质量问题 往往会归结于反革命的故意破坏 罪名非常大 所以看到的欧版都打致生俊 看到的欧版三角园都打致生俊 内齿勋章都很 尖章都很完整 眼光炯炯有声 也不出奇了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枚 欧版三角园 黑色包装的欧版三角园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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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